來繼續來看台東財務 刺營運 因為連結期的車身 回去 到現在也沒辦法來通車 先包港町的台北財務局 以及民主要向台東市政府 提出到適合的報告 有議員這順時說 這個回去的車身 技術是中國責 而且行動也沒有符合到標準 交通局說 若是就是因為這個貧管的問題 提出台東財務後來通車 沒有拜託 要求背上 因為車身長 台東財務局 鑑廠四英文葛丹 要不會回到通車 先包港町會在11號 向市府提出檢驗報告 不過有議員在議會上這順 說車身的三大和品質有問題 數字直到二十九到三一啦 也就是說少了百分之五啦 議員的消息跟文明 港町說車身是日本東京東工 向美國西歐公司頂的 如果西歐公司 那不是在中國做車身 會要求對方來說明 他也是屬於跨國集團 也許在很多國家裡面的生產 他們會在那一顆各界 送去公園院再去檢驗 台北財務港町公共調 這些資料會在11號 提出適合報告 郭忠祐說是檢驗報告在後 會再做決定 郭忠祐說如果真正是品質失敗 讓車身回去 甚至影響到原點 十二月十九號 進食通車的時間 有可能會向台北財運 港町叫北上